在西澳洲海岸的脫皮灣 至少有一百六十頭領航鯨擱淺 其中大約三十頭已經死亡 還有數十頭的鯨魚 用鯨在拍打水面 不斷地掙扎 但是已經奄奄一息 救援人員也表示 大規模的鯨豚擱淺很少見 相關單位也採集了樣本 要釐清是否為疾病造成的 超過百名志工合力 將體重約三千多公斤的領航鯨 拉上岸 讓他的身體朝向海洋 避免其他鯨魚再跟了上來 在二十五號 至少一百六十頭領航鯨 在西澳洲的脫皮灣擱淺 分布範圍沿著海岸線約五百公尺 數量多到讓民眾不捨 趕滿往鯨魚身上潑水 試圖營救 還有數十頭鯨魚用其拍打水面 不斷掙扎 但已奄奄一息 現場約有三十頭鯨魚已經死亡 西澳大學的專家說 領航鯨的社會關係非常緊密 只要有一頭鯨魚擱淺 其他的鯨魚通常都會隨之而至 鯨魚擱淺的原因可能是不熟悉海域 或是受到噪音干擾 迷入後找不到出口 也可能是受傷 生病 無法在海中活動 被海流或風吹飄到潛灘 或主動游向水較淺的區域休息 為了釐清擱淺原因 相關單位從死亡的鯨魚身上 採集生物樣本 希望能進一步釐清集體擱淺 是否與疾病有關 實際上澳洲過去曾經多次發生 鯨豚擱淺事件 去年七月有超過五十頭領航鯨 在西澳洲偏遠海灘死亡 一九九六年在戴士博海灘 更有三百二十頭領航鯨擱淺 最終只有二十頭存活 童年也有超過五十頭領航鯨 因擱淺在蘇格蘭海灘上死亡 海洋生物專家趕往營救 當地的野生動物官員說 鯨魚擱淺後通常不樂觀 有些時候不得不對擱淺動物 執行安樂死 而這是最原道的做法 公視新聞 沈璐沛編譯